十年握心肠胆 最终上演神级普九 称阿根廷救世主 他的一句 我愿意为梅西补出生命 引起众梅西球迷关注 他就是阿根廷门将 阿米安·马丁内斯 四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上 当阿根廷被法国淘汰后 看着梅西落幕的背影 还是阿森纳三门的马丁内斯 对着兄弟说 我一定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 下一次这样的问题 我来解决 四年后 他实现了当初的承诺 作为阿根廷主力门将 站在了世界杯赛场上 对着墨西哥时 他九天来月 稳稳摘下那颗必尽的任意球 面对澳大利亚 又在中场前突出单刀 扼杀了对手的最后希望 1992年 马丁内斯出生于 阿根廷的一个贫困家庭 他的童年记忆 充满了百事哀愁 记忆顿保一顿 成为他的常态 但足球却成为了 马丁内斯暗无天日理的位剑 2010年17岁的 马丁内斯被温格看上 花费110万 将他从阿根廷独立 来到了阿森纳 不幸的是 从进入一线队后 他的定位 就是球队的第三名将 为了不让年纪轻轻的 他浪费青春 在阿森纳的前九年 球队将他六次败足 英里的牛津林 冰冠的谢周三 罗瑟汉姆 狼队 雷丁和西甲的赫塔飞 都曾留下过他的身影 一共只代表 阿森纳出场过14次的他 直到迈入自己足球生涯的 第十个年头 因为主力门将来路的受伤 才终于等到一个机会 在2比1战胜切尔西 以赢得足总碑后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 与队友庆祝 而是一个人 依靠着广告牌 一边流泪 一边与佳人视频聊天 十年引兵南洋热血 这一刻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这里面有多少的付出与心酸 为了更稳定的出场时间 和国家队的梦想 把丁内斯之后 转回去了阿斯顿维拉 成为了球队的主力门将 并在之后的比赛中 感现出非凡实力 2021年 阿根廷夺得美洲杯冠军 作为主力门将的 他在四强赛上 面对哥伦比亚 突出三个点球 一战风神 孤身黄昏 一进来临 2022年 塔塔尔世界杯 八分之一决赛上 阿根廷对阵澳大利亚 看起来 阿根廷占据了绝对主动 但最后关头 澳大利亚球员库尔 在进区内的一对一 阿丁内斯的神级突救 拯救了阿根廷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荷兰时 阿丁内斯如有神助 接后突出了 范迪克和伯古伊斯的点球 帮助阿根廷成功晋级 不少球迷 希望愿意为梅西 动献一切的 马丁内斯能和队友们 在这次世界杯上 帮助35岁的梅西 只见世界杯的完美性